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老师已经收藏了 你们要这样去点一下 好不好 也把它收藏起来 那这时候我们要怎么样 嗯 回去开始做照片 但是做照片片第一步不是打开剪影 剪影这个视频 第一步要教你们在相册里面去 找到照片 因为做这个立方体 他必须要照片是一个正方形的形状 有些同学估计还不会 不会把照片调成正方形 对不对 我教一下你们 运用这个 手机相册 它自带有一个叫编辑功能同学 同学们 你们看到没有 这里有一个编辑 我点击一下这个编辑 这个是在相册里面 编辑之内 这有一个修剪 然后这里他就有一个比例选择 对不对 这里我直接给他选一个一比例 这时候他框出来的照片就是一比例 一比一比例的 好不好 当然有些同学想去调整一下位置 都是可以的 这样可以拖动 这里都是可以拖动 去调整这个照片的位置的 OK 这已经是一比例了 对不对 这先把你们如何去 如何去裁剪一比例的照片尺寸 交到你们 好 第二步我们要怎么样做 第二步 我们打开这个简映 好 打开我们心爱的简映 点击开始创作 OK 找到这个照片 找到你们已经准备好的照片 我们要添加六张照片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好 这几张照片都是老师已经裁好成一比例的 一比一比例的 好 我们点一下 我点一下 添加 同学们看到没有 是不是这照片本身是正方形的 那第一步要怎么样 我选择一下这个比例 比例点一点 给它改成9比16 我们抖音头所通用的比例好 第二步同学们 我们把背景给他选 选上下他是黑边的 对不对 我给他背景点一下 然后点成什么 点点成画不模糊 画不模糊 OK 这个模糊程度 根据你们自己喜欢 我就选这个 好吧 这个越越 越右边的 他是越模糊的效果 打一个勾 好 接下来 我把音乐给他添加进来 添加音频 点一下 然后抖音收藏 我刚刚是不是已经导入了这个 我是不是在抖音上已经收藏这个音乐 在这里 对不对 两个人的事件走勾 点击下使用 音乐就已经进来了 对不对 那这时候 你们可以对音乐去进行一个踩点 选中这个音乐 下面有一个踩点 我点一下踩点 然后把自动踩点给它打开 然后点踩节拍1 同学们你们要记住 这个踩点的话 如果只能是收藏夹的音乐 就是我们去收藏叠片 这样的音乐它才能踩点 如果你通过其他方式去录屏 老师前面有教你们几种 去收集音乐的方式 去添加音乐的方式 但是就肯定是收藏 就是抖音收藏的音乐 肯定是可以踩点的 其他就不一定了 好不好 OK我们看一下踩点准不准 黄色点点是我们进行的踩点 是不是挺准的 这是我给它打一下对购 好 接下来这就是一个卡点视频 接下来就相当于 它是像卡点视频一样制作 我把这个黄色的时间轴 对起白色的时间轴 对起这个黄色的点点 对不对 前面也有将你们基础的 卡点视频制作方式一样的 第一步是不是 我们把这个照片 移动来对起这个 这个黄色点点 对不对 对起彩点的位置 这是卡点视频第一个 第一个制作 对 每张照片都是这样 同学们 OK 每张照片都给它对起彩点 好了 好 有同学孙老师 多出来的音乐怎么办 多出来的音乐 我们直接选中这个音频 看到没有 选中音频 它是不是就会出现一个白边 然后点击下面的分割 这个位置 看到没有分割 我给它点一下分割 音乐这时候变成了两个部分 后面这一部分 我直接点删除了 删除 OK 这时候就没有黑屏了 对不对 好 同学们 刚刚我是不是跟这张照片点击了一个背景画不模糊 那后面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又没有给它选全部 对不对 这时候我再返回来 去到我背景这个位置 点一下背景 你们其实这一步可以一步操作 当你做第一个照片的时候 选背景的时候 你又把它选好 好 画不模糊 是不是 我选的是画不模糊 对不对 这边数过来 第二个 那这时候我要给它点一下这里 应用到全部 看一下 后面每一张照片 是不是 就是每一张照片就就已经就已经出现了这个模糊的效果 好 接下来 下一步我要做什么 同学们 我们要做能够做透明的水晶的话 那我们要找到一个叫选中 首先选中一张照片 它它才会出现这一个功能 叫蒙版 如果你们都从前面挨着学到这里了 应该都很熟了 点击蒙版 然后点击镜面 把这个 把这个给它 对 把这个镜面给它旋转一下 旋来框到脸的位置 OK 然后下面这个羽化箭头 我要给它拉到底 这样做出来才会有一个 才会有一个透明的感觉 OK 打勾 第二个照片也是同样的 我就教 我就教你们两 两个好不好 后面的都是一样的 先把这个交绘吧 好 我是不是把它变成了透明了之后 那我下一步要怎么做 我就给它选一个动画 好 选中它 它动画才会出来 先选中它 点击动画 然后组合动画 我们点一下同学们 往后面滑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叫 往后滑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叫 3D立方体 往后滑一滑 对 看到没有 这里一个立方体 就选这个了 看到没有 同学 它就已经变成水晶了 记住如果动画时常是这样的 一定要给它拉满 然后给它打一个对勾 好 下一个照片也是一样 我给你们进行一遍 进行一个复习 对 这是一层水晶 对 我要今天是要教你们做三层水晶 一层水晶已经做好了 对不对 那二层水晶 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给它进行一个复制 好 复制下来 然后往前滑 找到一个叫切换动画 这次换动画是不是不亮 我给它点一个返回 然后去点一下画动画 这时候画动画就已经被激活了 我再选中我需要切画动画照片看一下 对 画动画已经亮了 我给它切下来 这时候把它放到这个位置 好 这时候你们可以看到 其实它已经两层水晶出来了 我选中它之后 给它进行一个缩小 看到没有 同学们 这时候第二层水晶已经出来了 然后第三个也是同样的 我把下面这个水晶 给它再进行一个复制 然后第二层到第三层 就不需要切画动画的 只有第一层到第二层 需要切画动画的 对不对 然后选中第三层水晶 然后给它再缩小 然后给它稍微旋转一下 同学们 对不对 这时候就出来感觉 对不对 你看一下 对不对 三层水晶已经做好了 那我再给你们复习一下 第二张照片 再教你们做一张照片 第一步 我们选中这张照片之后 要做什么 我们是不是要找到这个蒙版 选择一下蒙版 然后点击一下这个镜面 这时候我们把镜面给它 这样调整一下它的角度 拖动一下这个语画值 然后可以打勾了 然后下一步是 我们要选择一个动画 对不对 找到这个动画功能是在前面 动画点一点 然后组合动画点一点 往后滑 我们找到一个叫 是不是立方体啊 同学们 找到立方体 对 这个立方体 看到没有 选择它 然后打勾 接下来第二步就很简单了 是不是我们只需要给它进行一个复制 把这张照片复制下来 然后给它切一下画中画 对 点一下切画中画 切下来给它往前螺 对不对 是不是 这时候第二层水晶已经做好了 我给它缩小一点 好 同样的第三层水晶也是 我就要复制下面这一张了 复制 然后给它拖下来 放到这个位置 记住 第一层到第二层才需要使用切画中画 第二层到第三层 第三层到第四层 它都不需要切画中画 直接给它拉下来就行 好不好 好 第三层我把它怎么样给它缩小 然后给它旋转一下角度 好 后面的制作方式都是一样的 好不好 我现在给它添加一个特效 让它变好看 我要添加什么特效呢 返回同学们 我们点 找到这一级菜单栏的这一个叫 对 特效 然后先给它找动感里面 跟它找到一个叫 离红灯的特效 好 往下滑一滑 我们找到叫离红灯的特效 对 这里看到没有 同学们 这个离红灯 我给它点一下 看到没有 它是不是马上变闪了 是不是 同学们 然后 我们 但是 选中它之后 作用对象 也要跟它更改一下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个离红灯 它只对一个视频生效 我就要剪一下全局 是不是 这时候效果就更加明显 对不对 那好 那下一个也是 同样的 所有的同学们 我们一定要把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特效 一定要拉来对齐结尾 每一张照片 都要有这个特效 好不好 然后第二个 我们需要给它添加一个什么特效 然后在这个位置 好 第一张照片 这里开头就不用添加 第二张照片开头 我们后面每一张 都要添加一个新增特效 给它找到梦幻里面 是不是 告诉你们 卡点的神仙特效 就是星火炸开 星火炸开 点一下 是不是 但是这个星火炸开 就不能像上面 这一个离红灯特效 直接拉到尾巴了 我们需要每一个 挨个的去添加 好不好 挨个的去添加 看一下 为什么它没有出现呢 同学们 为什么没有出现 知不知道 是因为 是因为作用对象 没有变 对不对 点击下作用对象 我要改成全局 跟前面一个一样 看一下是不是 同学们 对不对 那后面的每一张照片 同学们 都是这样去制作的 好不好 除了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这个星火炸开 我要进行一个复制 每一个地方都给它这样 作用对象 给它改一改 改成全屏 好不好 其他都一样 那这一个 教了你们两个 后面应该都会了 好不好 好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 感谢你们的收看 谢谢大家 收看 感谢观看